各位牧长 各位与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这届的宣教大会 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次我们大会的主题是 传承生命 接棒前行 虽然我们有许多的 各地的参与者 都因为这次疫情的缘故 我们都在视讯上 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活动 但我相信 这不会影响 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透过这几天 我们的参与的大会的活动 期待我们都能够意识到 我们是活在一个 伟大的复兴的运动 以及门徒运动的洪流之中 我们有更远大的目标 而且还要一棒 接着一棒的继续往前走 这个复兴的运动 我们称之为寻道运动 就是发起于18世纪的一个运动 一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在透过我们的门徒生活 与我们的宣教行动 继续延续着这个运动 在我们今天透过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让我们先从更新的角度 来看我们这个运动 它的信仰的特色 以及我们所盼望的方向 一同来思考 我们要接棒前行 所要走的走向 首先我们要思想几个课题 到底寻道运动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运动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寻道 要为你运动 期待着怎么样的结果 这样的期待 有什么信仰上的根基呢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问 我们向人传福音或宣教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在说服人 相定上帝的存在而已吗 或是邀请人来参加教会 使得教会增长倍增 还是我们邀请人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会友 还是我们是在想帮助人上天堂呢 顺着这些问题 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思考 我们所期待的信仰团体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这样的信仰群体的组成的目的 所谓何事 我们是为了联谊 取暖 强化教会的组织 还是我们 还有我们如何透过 我们群体的信仰实践 来达到这个运动的目的 让我们就从根心来讲解 今天我们所引用的 其中一处经文 是在新约启示录第五章 一到五节 我是根据和合本的2010版 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稣三人 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 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和我们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痛苦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啊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他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约翰的意象中 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 这是一个整个世界 终末的景象 这个新的天地 要取代过去旧的景象 因为之前的天地 都已经要过去了 这个新天新地 是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 因为海也没有了 海在圣经里面 是一切邪恶的 不好的事物的象征 海也没有了 象征邪恶也不存在了 其实这个世界 也是犹太人历史上 期待已久的世界 就如同以赛亚先知的时代 他就曾经预言 同样的话说 看啊 我照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被人放在心上 这是记载在 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 待会儿我们会进一步的 讨论这段经文 接着约翰又看到 新的耶路撒冷降临 在那里 上帝要亲自与人同在 犹如搭建他的帐墓 在人门的中间 上帝要亲自安慰他的子民 天地间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痛苦 这些都要过去 因为上帝亲自临在 在这个新天新地 他就与人没有疏离 人们也就活在一个 被上帝所更新的世界里 所以那位坐在宝座上的 也就是我们的上帝 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总结的说看啊 我把这一切都更新了 这显示了原来旧的世界 已经转化了或者更新了 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了 以上我们在这里所引用的圣经 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结尾 启示录的经文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在一开头 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是怎么说的 上帝在创造天地的第六日 也就是上帝在完成了 他造物的工作 预备要歇了一切的工作 安息的前一日 在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他说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 爬行动物 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他们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上帝赐福给他们 上帝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这地 治理它 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上帝说 看啊 我把全地一切 含种子的五股蔬菜 和一切汇结果子 果子里有种子的树 都赐给你们 这些都可作为食物 至于地上一切的走兽 天空一切的飞鸟 并一切在地上爬行的 有生命的动物 我把绿色的植物 赐给他们做食物 是就这样成了 上帝看所造的一切 看啊 都非常好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在这一日里 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同时也赐福给他们 并且要他们治理 他所造的这一切 也就是要使这个受造的世界 能够欣欣向荣 圣经文的结尾 上帝在完成这些造物之功后 他对自己所造的世界的评价是 都非常好 这是2010年修订版的翻译 在和和本原来的说法是这样的 他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上帝所造的是一个甚好的世界 这个甚好的世界 和在启示录第21章 所讲的新天新地之间 他们都有什么关系呢 这原本甚好的世界 是变得更好了吗 还是甚好的世界 在设计上 就是要经过一个过程 才能完成 最后完成的就是新天新地 在宝座上的那一位 也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他也是那位说自己是 alpha也是omega 习在金在永在的那一位上帝 在一切完成之后 他说看啊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如果有别于上帝的创造之功 那么这中间的过程 就是上帝救赎的工作 创造和救赎 都是同一位三一的上帝的工作 所以无论是甚好的世界 或者新天新地 可以说都是上帝创造 这个世界的目的和他的旨意 也就是我们所盼望和等候的世界 所以接着我们就用甚好的世界 来思考我们信仰的实践 甚好的世界是指什么呢 甚好的世界与天国的关系 甚好的世界是上帝旨意的实现吗 甚好的世界与上帝的公义 慈爱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甚好的世界 与人类理想的社会有关 与受造的自然环境也有关 两者都要胜好 才是上帝创造这世界的心意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即便在这中间 曾经有过一些波折 比方说在创世记中所记载的 人受到的试探 而堕落的这个插取 尽管是这样 上帝也并没有放弃 这个圣好世界的计划 或者他的标准 我们看到上帝仍然透过 耶稣基督的降生 受死 复活 也就是透过圣灵的感化与辅导 最终就是要将这个受到的世界 带到他所达至的 圣好的地步 让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就能够明白在圣经中 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期待 是一直存在着 首先我们看到 圣好的世界与旧约律法的关系 这是一个圣好的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形式 在五经中的立位纪 第十九章第九到十节 是这样说的 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 的时候 不可割进田的角落 也不可收取将庄稼所掉落的 不可栽进葡萄园的葡萄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 要把它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这是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这是一个理想中社会的一个面向 让社会中有需要的人 无论是因为在那一年遇到异坏而没有收成的人 或者是流落异乡 无依无靠的人 都可以很有尊严的去取用上帝 透过有收成的人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他们可以不必去祈求 他们另外那些有收成的人 也不觉得自己是应该拥有全部的收获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这是一个圣好社会的生活的一种表现 另外先知也提到圣好世界的盼望 以下就是有名的以赛亚的意象 他记载在以赛亚书65章第17到25节 他说看啊 我造天心天心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被放在心上 因为我所造的欢喜快乐直到永远 看啊 因为我造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那里不再听见哭泣而哀嚎的声音 那里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人 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 为达百岁而亡的算是被诅咒的 他们建造房屋居住其中 栽种葡萄园 吃园中的果子 并非造了给别人居住 也非栽种给别人享用 因为我百姓的日子 必长久如树木 我的选民必享受 亲手劳碌所得来的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 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野狼必与羔羊同时 狮子必吃草 与牛一样 蛇必以尘土为食物 在我圣山的片处 他们都不伤人 也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这个叙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社会 是个高度和谐的社会 没有不公义的事 所以也没有哭泣 哀嚎和伤心的事 人们可以得到应有的照顾 所以都健康长寿 人们劳碌所得 也不怕被人夺去或被剥削 甚至连凶猛的野兽都不会伤人 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再举更多的例子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原是美好的 最终也是美好的 那么现在的世界又是如何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现今的世界 与这甚好的世界 有如此大的距离呢 在这期间 刚才清文提到 受托治理这个世界的人 有的就是 有上帝形象的人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大概不会反对 造成这个世界 种种危机的现象 人类要负很大的责任 人类彼此竞争 互相剥削 同时也剥削了 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的环境 以至于自然生态 处在一个极大的危机之中 人类甚至彼此征战 我们所用的征战的武器 日益日新月益 不但对人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 为了预备战争 或战争中所使用的资源 同时也排挤了社会 为了相互帮助的福利的资源 大规模杀伤的武器 比方说核子武器 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后遗症 无可会言的 造成现在地球生态的耗解 无论是地球软化 或是生物瀕临 决准海洋生物的污染等等 都是以人类的生活方式 贪得无厌的态度 无止境的开发 这样的思想和方式息息相关 原来上帝在更新这个世界之前 他必须先要更新人 因为人不但忘记了 自己是大地的管家 也忘记了人与人之间 互相协助彼此相爱的精神 公益的分配 有时更失去了怜悯 或失去了心甘情愿 付出为人的爱心 所以人类需要更新 上帝如何更新人呢 首先这需要一个 关系上的更新 就是我与你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要更新 或者修复我们与上帝之间 已经疏离了的关系 在圣经上我们看到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主动的要修复我们与他的关系 他要修复在我们里面 原先他所赋予我们的上帝的形象 这个形象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自由意志 使得这个形象受损 我们自由地选择了远离我们生命的根源 过去东方的教父们曾经使用镜子 来象征人性 人不仅要透过这面镜子 来反映出上帝的美善 同时也要将他们所领受的恩典 反映到整个受造的世界 因而把上帝的生命 传达给其他的受造 但是这面镜子如今出了问题 它不能反映出上帝圣洁美好的形象 这都是因为人类经过 罪和堕落的事件以后 是人与上帝疏离所造成的结果 这结果使得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 不能再反映出上帝美善的形象 也不能将上帝的美善反映到受造的世界 所以唯有当我们内在的形象 被上帝的恩典所收复 这个修复是上帝透过耶稣的降世 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等等 所带出来救赎的结果 所以救赎的恩典也被称作修复的恩典 人的里面上帝的形象被修复了之后 就如同保罗在他书信中 多方形容的那种情况 当人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经过修复的恩典后 人同时也拥有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新我 就如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 并且穿上新我 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 他也能拥有上帝儿子的样式 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 因为他所预知的人 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所以被修复或更新的人 他的内在 他的价值观等等 都会有所改变 他们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像斐利比书第二章五节保罗所提醒的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可是当与上帝的关系得到更新之后 他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就使静态的保持下去 相反的自此以后 这关系是动态的 不会只停留在原地 会不断的更新与成长 所以正常来说 与上帝有关系的人 他就启动了整个更新的过程 新人会不断的有能力活出上帝的形象来 如同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所说的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照着他的主的形象 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 这就是我们寻到位理中的传统 我们所熟悉的基督徒成圣之路 因为救赎也好 更新也好 修复也好 这些都不仅仅是涉及个人灵性修为的提升 更是透过上帝的恩典 恢复上帝创造我们时原来原有的形象之后 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追求成圣和完全 也就更进一步说 使我们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 参与管理所创造的世界 使受造的世界趋于完全 甚至达到甚好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负责任的恩典 所以我们这些回应上帝呼召的人 或是跟随基督人 我们所形成的信仰的群体 或是教会 我们要透过基督的群体的信心的生活 一同来实践这样的信仰 透过漫向成圣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也称作恩典的途径 我们透过崇拜 祈祷 读经 团契 服务 怜悯之功等等 使得我们越是透过群体的生活 不但我们个人因福音得到更新 我们的群体也与上帝一同合作 参与他更新世界的计划 让受造的世界成为一个甚好的世界 这是我们认为一个信仰群体 存在的重要的使命 也是我们得以更新 蒙受恩典之后的人 所受托的人生的目标 在这其中 我们的群体的信仰的实践 包括了宣教 传福音 社会服务 扶贫的工作 慈善的行动 促进和平 使人和睦 等等的工作 我们也要关怀临舍 生态保育的工作等等 所以我们平常在教会的门徒小组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一同学习 成为门徒 跟随基督的人 这个目标不单单是为了 要扩展教会本身而已 也是为了学习 让上帝透过圣灵的工作 与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 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人心 同时能成为更新世界的信仰群体 改善世界的力量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 我们自己必须先要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 带着恩典的力量去实践 而不是靠着我们血气来完成 在胜好的世界完成之前 我们来思考一下 今天我们所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 在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他这样说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 是不足以介意的 受造之物 且望等候上帝的种植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那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瑕疵中得着释放 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身影 一同忍受震痛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出手果子的 也是为自己内心身影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救赎 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 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 谁还会盼望他所看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 我们就要耐心等候 在这段经文中 保罗提到 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中 受造之物都在受苦之下 在甚好的世界尚未来达到之前 我们要带着盼望 耐心等候 也积极的预备 因为在孕育甚好的世界的过程中 宛如要经过一段 生育的阵痛 在第二十二节 原来的和尔本翻译作 老苦叹息 他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 产生之前 声誉的阵痛 上帝已经在工作 约翰为自己在他一篇福音传播的讲章中提到 他已经开始更新世界的面貌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盼望 他已经开始的事工 将会持续到主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一天 在他实现所有的应许之前 在他终止所有的罪恶 悲惨疾病和死亡之前 在他重建全面的圣洁和幸福之前 他绝对不会间断 他圣灵所进行的神圣事工 让地球上所有的住民能够起唱 哈利路亚 全能的上帝统治一切 神圣荣耀智慧尊荣和大能 永远归于我们的主 在为神书的一本书 新的创造作者Ren Yang曾经这样说 上帝在城市的代理人或是管理者中 借着以这个世界的王子和管理者的身份来服侍 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反映出上帝对宇宙的统治 上帝的一切祝福透过人类而反映到其他的受造 因为人类被呼召成为创造者和其他受造间的传达的导管 所以既然我们的主已经工作了 我们与主修复了关系 被更新的人所组成跟随基督的信仰团体 在这过程中也要透过我们信仰的实践参与世界的更新 让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与实践传达到受造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人间的天国 我们是要参与上帝受造的更新的过程 达到上帝追踪他所要达到甚好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运动中我们所成立的团体 在信仰上我们不但追求个人的圣洁 就是敬前 我们也缔造一个圣洁的社会 也展开我们联名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各地的联议会 我们都有各样的门徒事工 我们透过我们的崇拜 与主相遇中领受祂的恩典 透过门徒的课程 不是不断地得到各样的知识 而是生命不断不断地转化 我们透过伊玛五师 不是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团体 而是我们能够结伴而行 活出第四天 我们有基督的良伴 不是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清土个人的领受 而是一同来学习 在主面前有深入的敬前领修 我们有立约门徒或者是蒙约门徒 我们是彼此立约 在内在敬前的实践 以及外在改善世界上 一同来彼此学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内寻灵性的深度 外展侍奉服务 透过这一切来参与上帝更新世界的工作 所以我们回想到开头我们所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 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 信仰群体所组成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到底我们整个信心的生活 要带领我们往哪里去呢 我们这样说 宣教不是为了扩张教会的组织 福音也不是有了上天堂的门票 我们的团契生活也不是为了联谊或相互取暖 寻到运动是要让更多的人明白上帝的心意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在群体的相互扶持下 不但自己的灵性不断的更新成长 与上帝的关系也更加的密切 而且我们在集体共同的信仰实践中 也不忘记在圣灵的领导下面 参与这个上帝更新世界的计划 尤其是促进社会的公益 弱势者的得到扶持 以及生态的维护等等 使这个世界能更接近上帝的心意 这就是我们的意象 这就是我们寻到运动的目标 让我们在这样的意象格局和目标下 一同传承生命接棒前行 让我们一同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祢 在这大会中一路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彼此互相学习 也一同在祖面前静候 祖差遣我们 给我们意象和使命 接着今天的讨论 求祖更新我们的心灵 让你有更大的格局 有更远大的目标 体贴你的心意 参与这个世界的更新 能够讨祖的喜悦 成为盟主悦纳的群体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阿们